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留言 在此感谢各位的关注 同时要重申的是 节目中的观点与评论属于原文作者 不代表本人和明镜新闻台 欢迎大家继续在YouTube频道留言 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 来自于自由亚洲电台的刘青的一篇文章 他表述的是习近平对香港问题 表现出了优柔寡断的一面 习近平执政中共大权后 充分暴露出粗臂蛮横残暴 他不但将中央核心权力包揽一空 还期望大陆匍匐在他定于一尊 一锤定音的超级独裁的凶艳之下 但是在香港送中立法引发的抗争中 香港市民无所畏惧和坚定不移的反抗 却显示了习近平不知所措的低能和无效 戳穿了习完全没有处理突发复杂局势的能力 香港民众反送中兴起后 应对这一局面 无疑是中共的核心权势 具体来说 就是索要一锤定音之权的习近平 然而习近平既拿不出可操作的有效的方略 又不肯遵循历史趋势 顺引民心潮流 只会一味地躲在幕后 令林郑月娥在前面顶纲 终于到了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理 而习近平又公开宣讲要坚持斗争 对港澳台也是该斗争就要斗争 这显然与林郑港首的撤回修理 有不同调的态度和立场 即使林郑月娥声称得到了北京的理解与支持 也难遮掩中共和港府之间明显的不同 例如中共一切喉舌和外事机构的发言 都突然变哑 一个中共允许支持的举措 绝无可能一言不发 习近平曾经跑到俄国 对着共产废墟极度鄙视的感慨 前苏联没有一人是男儿 就是因为苏联没有大肆血腥屠杀就垮台了 习近平还曾向黄二代发誓 再有类似六四要不眨眼的杀他五千万 现在香港的局面不仅犹如八九年游行不断 而且绝不像当年一味的向中共来表忠心 而是誓死也不要中共邪恶统治在香港再现 令中共反复图谋将香港归于一致 屡屡严重挫败 而香港民众决心维护做人的尊严权利时 对专制集权尤其是极度独裁而言 无疑是从根基上挑战了专制意识和权威 然而动用发誓杀人及斗争的习近平 为何对此闷声不吭呢 首先是习近平没有应付复杂突发大局的经验和能力 所以不论他嘴炮如何随心所欲乱发 真正面临危局时并无杀法果断的见识和能力 而且是一动就错才造成了目前的危局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可谓是明朝王国崇祯的翻版 崇祯皇帝一登位就掌握了一手好牌 顺利铲除了控制整个朝廷的奸换魏忠贤 成为了前刚独断杀伐任由的独裁君王 这种开局让崇祯皇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结果呢在其后走一步错一步直至吊死眉山 习近平也是一登大位便废除了太上皇实权在握 其后独裁欲望暴涨逆潮流而动 自以为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习近平没有再走对一步 其次啊中共在当前是危难群发将习近平打得晕头转向 在危难面前按下葫芦扶起瓢 手足无措 香港反送中虽然成为了世界火热的焦点 但绝不是唯一的 甚至不是最危难的无解之题 中共与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不仅难解难修 而且大有一再升级乃至金融战甚至全面对抗战 大陆经济本来就处于红利用尽的必然下降当中 习近平打压私企做墙做大国企使之啊雪上加霜 而中共今天尚可暴力维稳仰仗的呢全部都是经济 习近平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专横暴虐 废除任期制妄图一尊 以及打压消除其他派系 全已经成为了习近平忙于应付喘不过气的重负 习近平根本不敢 也根本无力在这些方面同时开战 目前中共内斗空前激烈 权势核心绝类明显 妄图定义一尊的习近平 成为讥讽嘲弄的笑料 习遭到削弱的权势啊 已经不具备随心所欲图港的能力了 例如没有任何成果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呢 习近平恼羞成怒 跑到甘肃祭奠当年覆灭的西路军 并将斗争一词呢 讲到口沫横飞的癫狂程度 这与毛泽东遭到刘少奇等不点名的指责后 端出阶级斗争来暗渡陈仓 潜伏杀手 如出一辙 然而啊 逆心效仿毛的习近平 并不具备毛泽东的资本 而且毛泽东用过的招数给大陆社会 留下了血的教训 习近平如此愚蠢的模仿 怕是难逃东施孝平的结局 如今 专注于斗垮对手的习近平 顾不上香港 最后一点 习近平在香港反送中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作为和方略 可能与他的为人有关 真正面对全国大局 甚至全球影响 复杂局面时 一脸懵懂 根本是一筹莫斩 所以习近平可以讥讽前苏联 吴南尔 可以模仿毛泽东说 死一半国人的口气 像黄二代宣誓 为保他们的江山 不眨眼 杀五千万 但是面对危局时 既变不清局势的发展 更没有任何可行的方略 来呢 我们再来说说十一阅兵 同样是发表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文章 中国的十一国庆就快到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周年 国庆当天将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活动 有关国庆活动的首次联合演练 9月7号晚间的时候 在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了 今天我们就来提前谈一下这次阅兵 它到底有哪些政治含义和特点呢 有哪些新的作战思路和武器装备亮相呢 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今年的国庆阅兵啊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举行的第十五次国庆阅兵 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首次国庆阅兵 然而这一次阅兵国内外的环境异常复杂 挑战比以往都要大 在国内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经济放缓 城镇失业率已经超过了5.3% 如果加上大量的农民工失业 中国真实的失业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高非常多 来看外部环境就更加的复杂 中美贸易战持续的进行 而且可能长期的进行下去 中国势力向外扩展 美国推动印太战略 一来一往呢 中美大国的地缘战略互相碰撞已经展开 双方在南海的对峙呢 有可能加剧 还有香港问题 对一国两制的挑战 两岸关系的交恶 将加深两岸之间的矛盾 使两岸形势呢 更不可测 在大背景下 中国今年的国庆阅兵尤其引人关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8月29号举行的有关国庆活动的新闻发布会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军委联合参谋部 作战局副局长蔡志军少将 面对媒体询问时说 这一次阅兵是国家重大纪念日的制度化安排 他表示的是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 不针对任何特定事态 话虽如此 但不能否认 阅兵本身就带有高度的政治含义和军事上的威慑作用 除非发动战争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阅兵会主动点名针对谁 尤其中国目前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非常复杂 挑战接踵而来 使阅兵想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和军事作用呢 就会更加的明显 蔡志军说 这一次阅兵是新时代首次国庆阅兵 那什么是新时代呢 其实啊 就是习近平的时代 这种突出个人领导在演习中的作用啊 是过去历次国庆阅兵中非常罕见的 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呢 至今共举办过四次阅兵 包括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2017年7月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海上阅兵也有过两次 2018年4月举行的南海阅兵和2019年4月 海军成立70周年在青岛的阅兵 这些阅兵的规模虽然大 但性质上呢都属于专题性的阅兵 针对特别事项而来 不像国庆阅兵具有普遍性 这次国庆阅兵呢 可以说是习近平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来 为表达中国梦和强军梦 最具权威性的一次 政治上的宣誓 也有天下定于一尊的意思 面对中国大陆如此的秀肌肉 那台湾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动态和表示呢 祭司道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他说台湾可能会成为中美爆发战争的导火索 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呢 正在加剧当中 一些安全专家也是越来越担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未来几年 对台湾采取鲁莽的行动 将美国投入一场冲突当中 习近平对香港的强硬态度呢 正在给台湾人敲响警钟 并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中国似乎是放弃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努力 随着他军事能力的稳步提高 人们担心习近平可能最终会使用这种力量 这里的军事决策者主要担心的不是全面的两栖入侵 相反他们担心的是大陆会制造混乱 扰乱经济以迫使台湾就范 因此人们担心中国的网络攻击会破坏台北的电网 或者破坏将数据和互联网带到台湾的海底光缆 又或者南海干扰向台湾运送石油的邮轮 吴钊燮说 中国还可以通过增加该地区的巡逻 或者举行军事演习来加大军事压力 即使是部分封锁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为这会增加防范成本和损害人们对台湾岛的未来的信心 台湾政府官员很少谈及他们会如何应对网络或其他领域的挑衅 但吴钊燮表示 军方正在制定防御和进攻计划 另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报复可能包括空袭中国福建省 这语认为台湾会迅速升级争端把战争带到中国的想法吻合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没有人知道美国将会做什么 美国自己也不知道 美国一部1979年的法律表示 美国致力于台湾的防务 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表示出 美国究竟要在多大的程度上投入到台湾的防务中去 中国一直在大幅的提高军事能力 包括打击航空母舰的能力 在五角大楼近年进行的18次涉及中共台海的军旗的推演当中 美国是悉数败北 不过这个结果也可能有误导性 因为推演比现实生活中的战争受到更多的限制 例如现实战争当中 美国可以中断中国从海湾地区获得的石油供应 北京还在蚕食台湾的国际影响力 阻止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的联合国机构 甚至禁止台湾参观联合国 禁止台湾记者获得联合国的证件 总的来说 特朗普总统比他的前任更支持台湾 到目前为止 这种做法非常有效 但也必须非常小心 尽管台湾和中国大陆可能知道彼此的红线 但作者担忧的是 美国政界人士可能试图以增加 引发危机风险的方式来帮助台湾 除了试图孤立台湾之外 中国似乎还在借鉴俄罗斯的做法 利用Facebook和其他的平台 在明年1月的关键选举前夕 干预台湾的民主进程 中国正试图抹黑和摧毁台湾的民主 这是台湾民主基金会陈婉怡的表示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的中国全部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全程收看 祝您喜乐平安 欢迎您订阅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更多精彩锁定明镜 再见